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哈,W没有注意到,没想到是这么快 一转眼很快就到5月中 网民观众S快要上映啦 赶快先补上一直都还没开奖的预告分析低弹 这种规模可以说越来越庞大 除了不会有巨石墙生 精神是大神正式回归 塞一塞龙也是继续来耍坏 第九集已经中央所归 那个男人杭哥复活归队了 以及浪子回头大家庭加入了江西南 哦,这里来到了预计将会是整个系列的倒数第二集 当然还有新角色,新大咖坏蛋的出场 飞天专地,更辰,更生大,飞车追逐,爆炸大场面 带大家中罗列国前进到世界各地出任务 就像这边要介绍的这支新预告的一开始 可以看到了,这边这里是条道路通罗马的那个罗马 想见其数呼啸而过的 包括唐口大的机头车 韩哥开了这一辆Alfa Romeo 2000GTB 还有比下爬,甚至比得过罗马开了这一辆 超级下爬 真的,金光闪闪的 Rambogini Galado 这次预告一开始 就是一段唐老大他们出任务 他们几个固定的基本成员 包括上一集回归的韩哥 刚刚说过了,罗马跟韩哥 跟他一辆跑车 也看到了绿地骑一台重物机在支援的同时 另一边太极跟希拉姆他们是开了一辆装甲货车 而唐口大开了这一辆是高极超级Hailcat 然后就也在唐口大指挥调度大家过程中 发现了这是一个陷阱 看到了太极发现车门被锁住 接着发现后面车厢中是一颗很大的球形炸弹 或许过没多久 他们也会发现无法操控这辆货车吧 这个部分呢 原来就是花椎跟当的这一位在高鬼 他也是这一次新加入的坏蛋角色 其实萌萌牙是眼淡定的也是等等在介绍他背景 现在看到的是看起来唐口大他们是重计的 看起来大概是唐口大他们跑来阻止坏人抢劫之类的 但却在他们以为行动成功之后才发现完蛋了 真正的巨大危机这时候才显露出来 很有可能坏人遥控的车子 还到了一个高速之后 就这样把这颗大铁球的炸弹丢了出来 大铁球就这样一路滚下来 真的是糟糕麻烦蛋了 看起来是一个大铁球 但不只是一颗大铁球破坏力极强 感觉除了是顺着缓坡滚下来之外 应该坏人还可以从远方遥控这颗铁球的方向吧 而鲁马最有名的就是城市建立在七座小山丘上面 还有呢就是流进城市中心的台伯河 也看到丹丁提到了背后其实是要设定炸范蒂冈 帮大家想克服一下范蒂冈其实是一个国家 它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 鲁马城里面的一个主权国家 天主教灵就在这边 预够是还看不出来丹丁或者说他背后的大boss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更大更可怕目的或一谋 不过看起来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至少是在罗马这一局 八九的城市会被坏了给得逞 大铁球炸弹最后罗马过来下场很不妙 即使过程中唐宝告他们已经尽全力阻止了 好几个预告片段都显示了这些拼命的过程 但看起来应该就是掉到台伯河里面 然后就这样引爆大爆炸 电影证片应该会震撼力十足 由海鲁米兰所饰演的小妈妈 这边看起来小妈妈出现在唐老大 他们没人阻止炸弹爆炸之后 在望着罗马神区受到灾难的这个时刻 打不推测小妈妈应该会在这前线 他跟戴克这次合作 然后预告也可以看到了丹丁跟唐老大恩怨 这个就要再往前回顾到2011年的完美光头5 原来他是第五级那个反派老大的儿子 乔困底艾曼达饰演赫曼雷耶斯 里面的类如的毒枭老大 但另就是雷耶斯的儿子 也是蛮有趣的 这是原本第五级拖着金库飙车那段 他老大拖着金库在桥上耗着急转甩着金库 一方面出道警车 一方面也就这样干掉反派老大 而注意看这边金库打到有机关枪了这一辆 原本这一辆当时翻到桥底下时是这样的 没有看到加尔座的人 也没看到加尔座有人跳出来 现在这边预告改成这样了 像是加尔座这边 可以看到了那时候是丹丁在开车 过来车子翻倒了时 现在看到丹丁跳出来 可以说是刻意补上丹丁在那时候的角色 所以啦也就是这样 来自于过去的深仇大恨 这一次丹丁可以说 一部分就为他老爸来报仇的吧 另一个新加入玩命关头阵营的新角色 来看到了是由布里大神饰演的泰斯 目前还不能百不百确定这个角色的季节 一般大家推说他就是布莱恩的妹妹 说起来应该会是协助站在塔老大他们这边的 但一些画面也怀疑跟塔老大他们对立 很有可能其中一些是过去闪回的画面 然后塔老大这样遭到突袭的这一幕 小布莱恩很有可能就在这边被丹丁给绑架走的 看来丹丁要对塔老大进行接连不断的报复 布里斯在罗马那边的事件 也牵扯就想看到的伎俩 打不过的话就绑架人家小孩 伤害家人那一套 而其实保罗诺克不在了 从这套上面显示 这一次仍会用一些电脑合成方式 重现回忆的部分 也看到塔老大妹妹 乔丹娜布里斯特饰演蜜亚 一样是会参与在这一次电脑里面的行动 而且一只预告还看到了 多了一个泰瑞托家的成员 这一位是丽塔莫瑞洛饰演泰瑞托家的阿嬷 这是塔老大雅哥以及蜜亚 他们三个的奶奶 可以看到丹丁榜小辫子 这一副杰克船长的吊吊 这个部分推测应该是一些散回过去的部分 说明了可是过去大概是在第五期前后 应该就也是发生在巴西里约那类炉这边 不是丹丁塔老爸那一段 塔老大他们应该也跟丹丁有过另一段恩怨之类的 然后看到这一段不是拿枪大家火拼 要不然就是用大家来解决问题啦 或许这边这一段就也是后期越来越少一件 那种单纯飙车比赛的一段剧情 在那肯是在罗马那一段挫败之后 看到了韩哥跑来找戴克 这辈子英国伦敦这门口很像是 戴克他在伦敦的秘密基地这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玩命关头特别行动里面 这边应该是在卡本特酒馆底下 前面剧情理 戴克就带过他妹妹哈蒂跟路克来过 这个部分就是像是戴克跟唐老大他们正式结盟 在这边戴克就提供了他们车子武器 不过也看到他们在这边遭到武装部队的突袭 而又韩哥跑来找戴克的这一段非常有戏效 很像很类似的玩命关头酒 韩哥死了复活之后 在最后面的配合片段看到韩哥就会跑去找戴克 这两段有可能是同一段剧情吗 推说是同一段的可能是因为戴克穿的衣服一样 场景一样戴克背后摇晃的沙包也一样 但很奇怪的是这两段韩哥头发长度不同 所以如果根据韩哥头发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也是韩哥两次不同时间拜访了戴克吧 总之呢这边预告韩哥拜访并不是一个人而已 就也是刚刚说过的 他们结盟韩哥带了罗曼太极跟纳姆来到这边 然后接着他们就在这边遭到了武装部队的突袭 再来说一下玩命关头特别心动有看过的 戴克带着他妹妹哈蒂跟路克来过这边时 大概就有带过了戴克的一些收藏 当然有一整排的名车武器库的部分 还有应该是身为英国人不能少的各式酒类的部分 而这次最赞的就是这一辆美国纳仙娜 非常亮眼的红也凸显出英国风格的顶级超跑 观众看到了像罗曼还是不相信戴克 这个也是难怪啦前面发生这么多有的没的 放起白的戴克但如果没有把韩哥复活 大部分的观众应该也是无法量解这样的反差 然后过来插入了这一段 泰斯在酒吧的部分 这个也是大人疑惑泰斯立场的部分 在酒吧打架跟丽地谈话的一些片段 尽管如此大家仍是推测了 泰斯应该还是会跟唐老大他们站在同一国的 在看到了第九集加入之后 约翰西南所饰演的雅各原本是反派 最后还是有改结归正 加入了唐老大他们大家庭 不确定是否有参加这一幕他们另一次的聚餐 但至少跟小布安培养了不错默契 也看到了这一辆缺分的Air Camino被改造成了 可以发射炮弹的炮弹车 这一段雅各跟小布安还玩得蛮开心的样子 然后还有场景是拉到冰流鞋地 这个部分应该就是牵扯到塞赛龙饰演的塞福 还看不出来塞福有怎么样的终极邪恶阴谋 但冰流鞋地推测应该就是这个实验室的所在吧 也是前面的预告片段有看过 塞福跟列地都躺在类似手术台行过来的这一幕 不意外咯 两个人业言不合就会这样打起来了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被注射强化体的药气的实验 也说是一种不错的噱头 看着两个女生打出手还用力冲 两个撞破的玻璃有够猛的 上面摔到下面还可以继续打吗 然后过来一些画面应该是不同时间片段穿插 像当天白衬衫这一幕跟地狱戏很类似乔场景 这一辆紫色款的雪布雷影拍了 这个应该就是补充过去当天气氛的部分 不过呢 好大黑色无袖背心就是一段 对着就是这一次电影里面现在剧情发生的部分 公主上的追逐战从一出击上面 轰头下来的这一辆超帅气登场的 大久1970 Charger RT 无袖不用奇迹的夸张场面 真的为了拯救儿子小布莱恩真的是给他拼下去的 没有人标准可以标出那么夸张劲爆剧情的了 可以说真的是飞天专地玩尽的一切不可能情境 就是要带给观众最最无可比例的感官刺激 真的是超赞的 其他出现在更单定标策的这一段呢 还有像是这一辆 Punch O7 GT3 RS 根本不说软就拿来给他这样摔飞渣烂 甚至预告最后还有水坝这边 今天一爆的这一幕查一下的资料 这边是位于西班牙西北边 一柱叫阿尔德亚达维拉水坝 辛苦大家了 也要这样一个艰辛的地点拍摄这样不可能的画面 藤友大竟然可以从水坝上方拍摄一跃而下 不管上面大爆炸 已经可能水坝炸了大嘴冲下来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有类似的麻布模式 翻成了有无限之战 中极之战 三下级那样 这一部是第十集 然后第十一集才最终完结篇 是可以看到了 这边预告里 但低的戏分偏高 所以咯 很大可能就是第十集先打蛋丁 关于最后的中极完结篇 应该才会正式对上赛福吧 不管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玩命关头 X8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